当未来的地球满目疮痍 如果有拯救世界的机会 你是否会挺身而出 你好朋友 我是幻视领航员阿森 跟我前往今天的世界 诺娃队长 2050年的地球 由于人类大肆破坏环境 导致生态急剧恶化 风沙掠过 黄土中显露出动物的海骨 有毒气体四下弥漫 地球不再适宜人类的生活 在这样的环境中 人们只能穿着防护服外出 并在氧气耗尽前返回基地 诺娃曾有一个飞行员的梦想 可在如今的环境下 那已经不可能实现 只能望着漫天黄沙 难掩心中的失落 等他回到基地 迎面过来一个面目猙獰的轮椅男人 他的脸好像受过剧烈的创伤 一道可怖的旧疤痕 从额头绵延而下 毁容男人最近在筹备一个计划 让实验者穿梭时空改变过去 而具备良好体魄和飞行技能的诺娃 正是不二人选 可在此之前 从没有过穿越的心理 诺娃也思考了很久 面对未知 人类总是恐惧的 但为了改变这恶劣的局面 他下定决心做点什么 太空梭随着操作逐步启动 在倒计时中攀向高空 尽管诺娃对操作已了如指掌 但当真正面临未知的挑战时 他的手心依旧止不住冒汗 好在身边有AI机器人爱迪迪陪着 一直在提醒实施数据和操作流程 诺娃心中的担忧减少了许多 攀登来到万米高空后 诺娃透过闲窗看去 映入眼帘的景象让他触目惊心 本应是蔚蓝色的地球 现在竟被黄煞紧紧包裹 这糟糕的景象再度加重诺娃的决心 很快太空梭抵达虫洞附近 毁容男人的声音再次从听筒传来 强调这次行动要秘密进行 诺娃稳了稳心神 在爱迪迪的鼓励中 驾驶飞船一头扎进虫洞 虫洞闪烁着瑰丽的光芒 仿佛在诉说时间的暗语 可紧接着一股强烈的犀利突然袭来 仿佛要将诺娃撕成碎片 他强忍疼痛 拼命握紧控制杆 让飞船保持正确的航向 在闯入一片白光后 诺娃彻底失去意识 兴目低垂 树影绰绰 此时显然是地球被污染之前 男孩奈斯驾驶山地摩托车 在山野中驰骋 惊讶地看到头顶一道亮光划过 又发现一个飞翔机器人缓缓靠近 爱迪迪也注意到奈斯 上前询问他如今是哪一年 得知是2025年后 爱迪迪又转而提起他们着陆失败 并落在错误的坐标 但奈斯已经被眼前的警校震撼地发梦 看着坠落的太空梭 以及失去意识的诺娃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两名巡逻警员举着手电跑来 爱迪迪清楚不能让更多人发现诺娃 便催促奈斯带他离开 显而又显得在巡警赶到前逃之夭夭 奈斯带着诺娃一路躲进废弃工厂 可奇怪的是 防护帽下却变成一张少女的面容 见诺娃鼻子边有血 奈斯便返回借助的亲戚家拿医药箱 可他不知道的是 军方已经得知林中出现的陌生泰库梭 调查人员赶到现场 发现周围并没有驾驶员的踪迹 队长卢格随即展开调查 很快便找上住在附近的奈斯亲戚 并得知奈斯可能在不远处的旧工厂 对此尚不知情的奈斯已经返回 却发现诺娃消失不见 疑惑之际 他突然感到后脑发凉 转头看到一个少女正满脸戒备地举枪瞄准自己 他正是诺娃 却又显得无比年轻 诺娃也发现自己身体的异样 爱迪迪趁机解释一定是时光穿梭影响了他 让他变成儿时的模样 可还没等诺娃思考下一步计划 爱迪迪突然提醒有人来了 紧接着 卢格便驾车出现 他举枪上前 小心翼翼地在工厂探索 正看见那套白色飞行服 然而下一刻 外界传来引擎声 卢格急忙转身追赶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车被偷走 路上 奈斯趁机询问诺娃想了解更多 但身为未来人的诺娃自然不会告诉他 不过为了感谢奈斯刚才的帮助 以及让他再次前往目的地 诺娃顺手掏出一打钞票 这对于还没工作的奈斯而言 无疑是比巨快 于是也不再多问 另一边的卢格已经回到军事基地 得知太空梭上的指纹来自同一个人 但奇怪的是 这些指纹有大有效 而且核对数据库后发现 全都来自一个名叫诺娃的人 可等科研人员深入调查 那竟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 卢格当即找到小诺娃 询问他昨晚去了哪里 热令小诺娃的父母一头雾水 因为他们昨晚一直在家 看着三人盲人的表情 卢格不由得将信将疑 他又发现小诺娃的房间里 摆放着各种和航空相关的事物 心中的疑惑更甚 决定把他们带回基地详细审问 此时的诺娃还不知道 这场穿越已经给儿时的自己造成影响 他正与奈斯向前行驶 不料车子半路抛锚 好在一位老先生碰巧路过 主动提出帮他们拖回家修理 诺娃原本不愿意接触更多的人 但此时也别无他法 老先生名叫埃尔坦 等回家后便叫着奈斯去修车 欲让诺娃帮自己妻子处理农活 车子很快修好 老夫妇邀请二人一同用餐 不料聊天之际 电视却放出对奈斯的通缉令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埃尔坦忽然把奈斯叫到楼上 奈斯心中意紧 还以为要被交给警方 可埃尔坦只是拿出自己儿子的衣服 让他换上 可还不抖奈斯松口气 诺娃又发现警车驶来 他只当遭到出卖 急忙将奈斯下楼 抢先一步躲进玉米地 不过 埃尔坦通过刚才的相处已经明白 这两个孩子不是坏人 便帮他们把车推进车库 谎称没见过二人 只可惜坏音未落 车子就溜了出来 这下彻底暴露 军方随即对整片玉米地展开搜寻 诺娃二人只好迅速逃离 他们按照埃迪尼的指引 徒步向目的地走去 奈斯随口询问 诺娃究竟有什么目的 可换一未落 诺娃竟举枪瞄准他 吓得奈斯联盟举手示好 但他却不知道 自己身后悄然出现一名士兵 诺娃示意 奈斯闪开 随后扣动扳机 紧接着 不可置信的一幕发生 士兵没有受伤 整个人却像慢放般僵在原地 原来 诺娃的武器不是普通枪线 而是高科技时间枪 一旦命中敌人 便能让其周身的时间 放慢数小时 唯有大脑还能清晰运转 奈斯被这刷新认知的 一幕所震撼 但诺娃引来不及向他解释 必须尽快阻止即将发生的事 二人来到一座戒备森严的别墅 从角落的网警潜入内部 诺娃让奈斯在走廊等他 自己则走向一个 传来交谈生的房间 随着诺娃推开房门 瞬间吸引屋内所有人的目光 他直戈钩钩盯着会议的组织者西蒙 开口便让他停止北极的钻探项目 这正是诺娃来此的目的 就是因为对北极过度破坏 导致释放出大量甲烷 加速全球变暖 造成极端气候和洪灾 最后引发末日 可这话在其余人听来只是威严耸听 尤其是西蒙反应更加强烈 他本打算依靠钻探北极项目 获得附近的认可 怎么可能在这节骨眼停止 况且团队已经计算过 出现诺娃讲述那种情况的概率 只有0.7% 花音落下 保镖推开房门 将诺娃和奈斯赶了出去 但诺娃仍不肯放弃 他躲在西蒙车后 偷偷将爱迪迪贴了上去 在追踪西蒙的路上 诺娃看到了许久未见的大海 那宽广城彻的壮丽景象 让他深深着迷 奈斯忍不住靠近这个神秘的女孩 吓得诺娃连忙保持距离 他意识到奈斯对自己的感情 为了打消这荒唐的想法 便实话实说 便是自己来自未来 已经37岁 又强调北极钻探的破坏性 得知真的有世界末日 奈斯也变得凝重起来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卢格已经通过别墅监控的画面 看到二人在追踪西蒙 急忙联系士兵一同前往 此时 诺娃和奈斯已经找到 在家中冥想的西蒙 他开门见山 用爱迪迪播放起全息投影 原来那混如男人 正是多年后的西蒙 自从末日来临 西蒙便生活在愧疚与痛苦中 所以才想让诺娃回到过去 阻止自己 可穿越时空 对于此刻的西蒙来说 如同天放夜谭 他根本不相信这些 还以为诺娃是骗子 眼看西蒙执迷不悟 但斯忍无可忍 冲动之下 拔出诺娃的武器 不料卢格已经带着士兵赶来 见此情景 还以为他要伤害西蒙 果断开枪 却误伤诺娃和艾迪迪 卢格健壮急忙上前查看 纳斯也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 慌乱间悄悄溜走 他一路跑回阿尔坦家 不断重复是自己的错 得知发生的一切 阿尔坦也清楚 仅凭纳斯自己改变不了局面 便把这个伤心的男孩 搂入怀中安慰 军事基地中 身上插满管子的诺娃 缓缓醒来 原来是艾迪迪 帮他挡住了致命一击 卢格正关心地陪在身边 他毕竟是诺娃受伤的元凶 为了弥补过错 希望能提供帮助 眼下 西蒙已快要启动 北极钻探计划 诺娃又行动不便 他再也顾不得保密 只能将自己的身份 和此行目的全盘突出 拜托卢格帮忙阻止西蒙 尽管已见到两个诺娃 心中也有所猜测 但卢格听完依旧觉得有些离奇 时空穿梭真的有可能存在吗 为了搞清这一点 他便向科研人员询问 科研人员原本也不相信 但他已经检修完爱滴滴 发现其中的芯片技术远超全球 以目前的科技根本无法做出 这下 卢格不得不相信诺娃的话 正当两人交谈时 一旁放置的爱滴滴突然闪烁起亮光 他检测到诺娃的身体机能正在下降 如果不能及时返回原时空 将会有生命危险 于是带着时间枪飞了出去 卢格见状急忙追赶 却只能看着爱滴滴越飞越远 他刚想找人去追 忽然看到调查人员把西蒙带了回来 想到诺娃的话 卢格立刻询问北极钻探的危险性是否属实 并表示他已经验证诺娃确实是未来人 这让西蒙哑口无言 没想到诺娃竟真的来自未来 就在他犹豫要不要说出真相时 西蒙的父亲忽然乘车出现 并要求卢格和自己的律师谈 西蒙趁机连忙逃走 卢格对此也没了办法 而他不知道的是 埃迪迪已经来到埃尔坦家 用最后的能量 请求奈斯把诺娃送回未来 奈斯意识到时间紧迫 联忙在埃尔坦的帮助下前往军事基地 军方本来就在通缉奈斯 见对方送上门 自然是乐见其成 更没把这个小孩子放在眼里 不料奈斯假意接受审问 趁士兵不注意 拿出时间枪击中他们 二人瞬间变成飘在海洋中的塑料袋 只能看着奈斯当面逃走 奈斯在偌大的军事基地中四处搜寻 很快找到科研人员的工作室 见诺娃的太空服就放在研究台上 他举起枪逼迫对方交出来 又问出诺娃所在的房间 此时诺娃依旧很虚弱 但奈斯已顾不得这些 给他穿上衣服扛起来就跑 一路送到田伯在外的太空梭中 等发现异常的卢阁追来 太空梭已经消失在晕层中 诺娃也通过冲动返回未来 可打破时间规律的惩罚相当严重 他在营养舱昏迷很久才缓缓苏醒 看着周围丝毫未变的环境 诺娃意识到行动失败 一颗心逐渐沉入谷底 难道真的无法阻止末日吗 这时年老的西蒙扶着轮椅过来 安慰他这次并非全无收获 万一未落 一道清脆的呼喊声响起 诺娃转头看到一个小男孩兴奋跑来 紧接着已经成年的奈斯 竟出现在眼前 那小不点正是他们的孩子 新的记忆瞬间涌入诺娃脑海 他明白自己的确改变了过去 并收获爱情和家庭 看着那稚嫩的小脸 诺娃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母爱 他穿上防护服 带着儿子去外面游玩 儿子捡起一个海骨 好奇询问这是什么 诺娃随后回答 这是小鸟 但紧接着突然意识到 不能让儿子在这可怕的末日下成长 应该让他看到大海 看到星空 看到活着的小鸟 心念至此 诺娃决定再回过去 而为了不改变自己的家庭 他选择回到上次离开的一分钟后 日前的经验让这次落地极为顺利 诺娃刚出舱就看到正准备离开的 耐斯和卢格 而因为已经知晓他们的计划 卢格也默许诺娃带走耐斯 时间紧迫 北极钻探机将启动 诺娃和耐斯利用太空梭的反重力直飞北极 路上耐斯看到更多太空梭出现 却在随后四散分开 而人很快抵达钻探站 利用时间枪控制守卫 同时西蒙也陷入怀疑 万一诺娃说的是真的呢 希望父亲能顺重考虑 可静在弦上 再加上父亲为此投入大量财力 说什么也不肯放弃 眼看他就要按下开关 诺娃果断开枪将其定格 随后又反手停止钻探器 这下西蒙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满心痛苦地跪在地上 彻底放弃北极钻探计划 但这已经和诺娃没了关系 如今任务顺利完成 他便驾驶太空舱将奈斯送到埃尔坦家 埃尔坦也将埃迪迪修好 诺娃再无留恋 登上太空梭化作一道流光 去迎接新的地球 随后 卢格在军事基地约见奈斯 终于了解事情的全貌 得知诺娃已经返回未来 他便将奈斯带到外界 此时小诺娃正坐车离开 奈斯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容 内心瞬间生起一丝悸动 明白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与此同时那些分散的太空梭 来到严重危害生态环境的区域 阻止人类继续破坏大自然 很快便引起联合国的重视 相信在多方的努力下 未来的地球依然能保持健康和活力 本篇完 诺娃队长是上映于2021年的科幻电影 本篇尽管成本不算高 却有着很多新奇有趣的设定 即便不提可以穿越时空的太空梭 也有可爱的智能飞行机器人 一击置敌的时间枪等等 而片中已发末日的原因也很引人深思 根据科学家调查发现 北极冰川下或许真的藏有1.4万亿吨的甲烷 并且随着气温上涨 冰川融化 很可能会被释放 到时将严重影响大气 破坏生态平衡 更是会迎来第六次物种大灭绝 小伙伴们觉得 这一天可能会到来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的 今天的航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阿宋要去为大家开发新航线了 别忘了订阅 点赞 我们下个目的地 再见 走